哪个不要脸的冒充我夫人 消息传得这么快 姓君的也应该知道了吧 可别误会我这清清白白的好男儿啊 田大人 玉夫人到了 下官见过夫人 不知玉夫人前来 下官有失远迎 田大人不必多礼 这位是 我是 他是君九龄 我魏过门的儿媳妇 原来是君小姐 想不到君小姐竟还是世子夫人 和世子爷奔配得很哪 是啊 确实奔配 田大人 我跟世子夫人来 是有事想找你商量 夫人请吩咐 田大人 我们想请您下令和间驻军 护送三郡百姓南下入境 这 这可如何 世子夫人 不是我们窃战 这是因为如今朝廷他 朝廷割让的是三郡的土地 并没有割让三郡的百姓 你护送他们南下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不仅没有抗制 反而遵从了陛下的旨意 所言极是 各位大人 这不是抗制 反而是功绩 护送三郡百姓是彰显陛下人死 我民我土 有民才有土 土地可以割舍 但子民不能弃之 各位大人 我们赢回自己的同胞有何不可 你们又有何不敢呢 说得是啊 两位夫人说得有理 想不到世子夫人竟如此英勇 正如玉夫人所说 我们与北齐亭战一合 要割让的是三郡的土地 三郡的百姓 是我们血肉相连的同胞 同胞受难 我们岂能见死不救 各位大人明见 迎三郡百姓归来 我们势在必行 君小姐 方才实在抱歉 那些人沉浸观场太久 太在意你的身份和来历 我实属无奈才出此下策 但是在北地 世子夫人的身份 更容易行事 更容易扶重 夫人无需多言 我懂 如果你真的有一天 能成我的儿媳妇 那倒是我的福分了 夫人过誉了 客官请慢用 客官里面请 请 想不到啊 世子夫人年纪轻轻的 竟如此有胆士 和陈国公世子啊 那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是啊 这位兄台 你说 世子夫人 是啊 世子夫人 世子夫人啊 不仅沿路救助难民 还施言呢 要接回所有的北地子民 他一见女流之辈啊 不惜以身犯险 真是令人敬佩 我听说啊 他还去了霸州 救回了好几万百姓呢 这北齐贼寇 不是到了霸州吗 是啊 世子夫人不怕 世子夫人呢 年纪轻轻的 有惊天伟地之才啊 英明神火 哪个不要脸的冒充我夫人 消息传得这么快 姓君的也应该知道了吧 可别误会我这清清白白的好男儿啊 好 多谢兄台 二哥 这怎么回事啊 我哪知道 走了赶路 不吃了 不吃了 大哥大哥 怎么突然间冒出来个世子夫人啊 你太小 不懂 你躲吗 你躲吗